國民黨下週三就要確定總統提名人選 傳出了黨主席朱立倫 將在下週一或是下週二 先跟潛在的可能人選 也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有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會面 對此侯友宜提到了尊重黨中央的規劃 郭台銘則是沒有回應 但是他依舊是馬不停蹄 前往到金門拜會請役 也發表了和平宣言 到金門請役拜會 支持者在機場口號喊的震天上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和黨地明代 夾到歡迎郭台銘來了 這趟除了拜會請役 重頭戲在金門和平宣言 重申自己的兩岸論述 克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但也強調必須要加強國防 不過國民黨下週三正招在即 傳出黨主席朱立倫 將在下週一或週二會見 侯友宜和郭台銘 我都按照黨隊規劃跟傑作 我們全力的配合 好 我要改變 會跟朱立倫會面嗎 謝謝 是否召開會前會 三方都沒有鬆口 不過12號起 黨中央開始陸續徵詢意見領售 國民黨立委大部分都接到電話 傳出有20人支持侯友宜 4人支持郭台銘 還有10人沒有明確表態 大部分的同仁都是支持 侯市長是國民黨最強的總統候選人 我覺得這個是不實的謠言 因為比如說我去問我們立法院同仁的時候 我算那時候就有16位告訴我 他們是支持郭董事長 不分禮物跟不分族群 甚至不要分黨派 大家團結一心 國民黨人人喊團結 但5月17號只有一個人會被提名 未來如何發展恐怕個個沒把握 今晚張元杰 翁家俊 台北金門廠報道